大家好,欢迎来到小G视讯的频道 在影片开始前,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 不要忘了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当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近日微博上分传王大洛和蔡卓怡分手的消息 引起了广大网友的议论 王大洛与蔡卓怡在2021年12月公开承认恋情后 一直在社交媒体上秀恩爱 甚至还在本月初一起现身了黑道流行音乐奖 然而最近两人在Instagram上相互取消关注 蔡卓怡也在昨天发文中提到了经历了很多事情 让分手的传闻更加门烈 蔡卓怡在Instagram上发布 了十张未经修饰的个人照片 她表示这是她展现最真实自我的方式 并表示自从上个月20日以来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这个月好漫长 并感恩身边爱她的每个人和遇到的每个人 她还说没有痛苦就不知道原来快乐是什么 29岁 人生的开始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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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敢蔡蔡不怕困难 这段自白引发了人们对她 和王大洛感情状况的猜测 除了蔡卓怡的发言引发了人们的猜测外 网友们还发现她取消了对王大洛的关注 而王大洛也不再关注蔡卓怡 两人的情侣照片也被全部删除 关键词王大洛蔡卓怡硬随观迅速登上热搜网 网友们纷纷议论纷纷 有人认为感觉他们迟早会分手 又没结婚分就分吧 意料之中 还有人猜测这可能只是暂时的分开 毕竟情侣之间的分分合合很正常 尽管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证明王大洛和蔡卓怡已经分手 但是从种种迹象来看 他们的感情确实出现了变化 对于这个消息粉丝们或许会感到失望和难过 但是也有人认为这只是两个年轻人的感情经历 他们还有很长的人生道路要走 分手也是一种成长和选择 无论他们的感情现状如何 我们希望王大洛和蔡卓怡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无论是在一起还是分开 好了 今天小G为大家分享的精彩视讯暂告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G的视频有什么看法 或者想看到其他自己喜欢的影片类型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小G会尽量为大家安排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感谢观看